卓西乡轮田文健站和古风诗字据典也联合举办了母亲节庆祝活动 同时还进行5月份的寿星庆生会 除了有烤肉及吃蛋糕庆生 最受部落长辈喜欢的呢就是唱卡拉OK了 每位长者银行高歌气氛很热烈 我们一起来欣赏老人家们的歌声 轮田文健站与古风诗字据典联合庆祝母亲节 即5月寿星庆生会 特别以烤肉方式来办理 部落长者们有的清洗蔬菜水果 有的则是烧柴煮地瓜烤肉 彼此分工合作 共同弄出一桌布农族逢为餐来庆祝母亲节 这个时候都是有烤肉我们文健站 每次你都帮忙烤肉 都有我多在场 不会很累哦 很累每次没有帮忙 你看动不动就流汗 给我们的同学一吃你烤的肉怎么样 他们说站 最近才来的热心的帮忙 那来文健站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在家里一个人的话会很无聊 来到文健站很多朋友可以聊聊 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部落老人长者 这几年在部落文健站及十字据典共餐共学 往年生活就不孤单 健康品质也提升了不少 而趁着这一次母亲节庆祝活动 文健站也特别为五月寿星来举办小小庆生会 同时也配合了今天站上休闲娱乐课程 搬出了卡拉OK 让每位长者欢喜高唱 同情同乐 气氛热热 开战至今第三年的部落文健站 除了平日长者的共餐共学每逢假日 也都会办理相关庆祝活动来应景 部落长者借着文健站或试制据典的平台 彼此共同陪伴相互照顾 文健站计划负责人石金燕表示 就像早期布农族互相关爱 彼此照应的传统文化机制一样 来照顾社会弱势族群 也让在外工作的儿孙子女能安心放心 我们这一次按这个活动的目的 希望能够喚醒我们年长者 让他们心情破开 大家能够心情愉快放轻松 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 让他们的子女不要担心 年长者在我们家乡是有人照顾的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长者 能够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 同时也祝我们所有母亲 母亲节快乐 轮田文健站的长者将近30位 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 虽然站上规模小 不过在造福员细心规划 设计共学课程 以及开办各项休闲娱乐活动之下 每位长者越活越健康 也越有活力 而来文健站共餐共学 也成为了他们每天的生活中心 记者是玉兰 佐西湘采访报道